美国大规模撤离阿富汗的当天,中央电视台6套播放了一个电影,名字叫A Dog's Way Home,一条狗的回家之路 而这样的节目安排引起了两家美国媒体的注意 一个是时音网,一个是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 NBC评论到,周一中国电视台播放了2019年的美国电影,一条狗的回家之路 这也许不是巧合,perhaps not coincidentally 哎呀,我只想说,这是中国人的智慧,美国人呢,你就品,细品 另外一家美国媒体,时音网,看得可能更透彻一些 他说到,另外一家中国电视台,CCTV6,通过安排电视台的播放节目清单来偷偷摸摸地评论国际上的大事 with many convinced that CCTV6, the state broadcaster's movie channel, was once again surreptitiously commenting on foreign affairs while its movie broadcast schedule 偷偷摸摸地,surreptitiously,surreptitiously 并且这个网站还把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六台播放了珍珠港的节目安排,也拿到一起说事 说中央电视台六台,以前经常拿这个电影的排班表来评论国际时事 但他们一直就不承认 还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争气,狼狈逃离阿富汗,我总不能放乱世家人吧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我解放军收复台湾以后,CCTV6放的是什么电影